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暴跌80% 市值蒸发超3635亿 海底捞还在寻底 过于关注股价的涨跌 而忽视了公司的基本面 这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式 因为股价的涨跌并不能反映一家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 请大家收看 暴跌80% 市值蒸发超3635亿 海底捞还在寻底 新之号砍建财经的报道 海底捞距离去年的低点仅有一步之遥 业绩的大涨没能刺激股价走强 对于海底捞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也并非一个好的信号 2022年3月 风暴中的张勇将海底捞的权账交给了杨丽娟 在掌舵海底捞之后 杨丽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革 海底捞也一改往日激进的扩张风格 开始全面收缩 仅仅半年之后 在杨丽娟的带领之下 啄木鸟计划就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仅如此 海底捞的股价也有了小幅的上涨 带领海底捞的业绩 重回上涨的轨道 是一位餐饮老将的智慧与觉悟 杨丽娟掌舵一年之后 海底捞成功地扭亏为盈 经营状况的持续好转 让市场看到了向好的希望 到了2023年初 海底捞的股价相较2022年杨丽娟接棒时的最低点 涨幅超过了140% 这是杨丽娟给张勇的答卷 也是海底捞给市场的答案 进入2023年之后 海底捞的开店速度明显放缓 负面新闻也越来越少 率先走出谷底的海底捞给了餐饮行业莫大的激励 也彰显了餐饮龙头企业的韧性 回过头来看 餐饮行业在国内一直都是欣欣向荣的一个行业 也是参与者最多的行业之一 只要口味食材不差且稍有名气 那么就不可能缺乏客户 而海底捞也向外界证明了这一点 海底捞上市前 人性化的服务让顾客感受到了尊重与重视 上市之后 随着不断扩张的步伐 一些缺点很容易被放大 也很容易成为靶子 拥抱资本市场之后 当人性化日上流程化 服务就应该有所改变 如果从今年的最高位算起 海底捞年内跌幅已经超过了35% 如果从年初算起 其跌幅也接近35% 但如果从股价的最高位算起 海底捞的市值跌幅已经超过了80% 市值蒸发超过了3960亿港元 折合人民币3635亿元 并且 其距离去年最低点 空间并不算太大 那么海底捞是否应该反思 究竟问题出在哪了 不缺热搜 也不缺关注 海底捞从不缺热搜 也不缺乏市场的关注 这是市场的共识 前段时间 火珠圈的科姆三 引发了热议 也将海底捞送上热搜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海底捞因为类似事件上热搜 并不在少数 而爆火的背后 是海底捞这家餐饮企业 用于其他餐饮企业的服务意识 实际上 在科姆三之前 称面 变脸 生日歌 都是海底捞的服务文化的延伸 作为餐饮行业的龙头企业 海底捞秉持以人为本理念 构建了一整套人才培养 人才选拔 人才激励机制 从各个环节 为人工的身心健康和个人成长 提供切实保障 在这套体系的激励之下 人工的热情与创新意识 往往很容易被点燃 拿本次引发热议的科姆三来说 这其实是 源于广西民俗 早在去年 科姆三就在网络上 引起过一波波小高潮 只是 当海底捞借鉴性的将该舞蹈 搬到海底捞之后 才形成的话题热搜 而科姆三火爆的背后 正是年轻人释放特性的最佳体现 也是海底捞颇受关注的证明 抓住了顾客的眼球 抓住了顾客的胃 这是海底捞成功的表现 根据今年上半年年的财报显示 海底捞累计接待顾客 超过了1.7亿次 最为核心的数据 翻台率 也从去年同期的2.9次 天 上涨至3.3次 天 同店的反弹率 甚至达到了3.5次 天 消费市场的恢复 消费者店内用餐意愿的明显增强 使得海底捞经营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在各种利好的加持下 海底捞上半年的净利润达到了22.6亿元 同比增幅超过了3025% 但数据接近2019年全年的净利润 但尽管经营数据得到了稳度的增长 净利润修复如此明显 海底捞仍然没有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 不断下跌的股价表明了市场的态度 证明海底捞做得仍然不够 当然 这里面固然有市场本身的原因 但更多的其实还是本身的问题 海底捞仍在寻底 过去几年 由于消费升级的影响 消费类企业的估值普遍较高 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 LV的老板一度身价超越了马斯克成为全球首富 但这种优势并未维持多久 市场就开始发生了一些比较明确的变化 一些没有顺应市场的消费品牌就受到了冲击 其中就包括此前比较有名的茶饮企业以及雪糕企业 前段时间 拼多多市值一度超越阿里 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电商企业 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馈 实际上 今年围绕电商的核心词汇就是低价 其他消费类企业大多情况都比较类似 根据海底捞上半年的财报显示 上半年店内人均消费为102.9元 而去年同期则为105元 为了业绩上涨 海底捞因为菜品变贵以数次登上热搜 近日 有消费者发帖称 海底捞西安北京的部分门店点餐时 不再提供半份和整份的选项 而是统一变成一份 11月15日 海底捞公开回应称 在个别门店以原本半份菜的份量和价格 来统一门店的菜品供应规格 随之 海底捞回应试点调整份量和价格冲上热搜 三年之后 海底捞相关负责人就表示 半份菜并没有取消 试点门店将优化点餐页面 提供整份和半份两种选项 越来越贵 成了不少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 因为小料价格上涨而上热搜的新闻 对于海底捞来说也是司空见惯 但总的来说 海底捞的业绩有目共睹 强大的盈利能力也是其海底捞最深的护城河 坎健财经认为 作为行业的龙头 海底捞已经彻底地摆脱了疫情带来的影响 并且已经走上了业绩增长的正轨 但持出不前的股价 也侧面反映了市场对于海底捞的担忧 虽然市场环境对于企业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但是相比于农夫山泉等消费类企业 海底捞的跌幅依然比较大 因此 我们认为 在兼顾品质的同时 也应该重视资本市场的反馈 这样才能更上一层楼 迈向国际市场 现在请看六度挑战主讲人对这篇文章的内容 与涉事人提出质疑与挑战 好吧 看完这篇文章 我有些想象 这篇文章的语气 就像是在给海底捞写一篇道词 可是海底捞还活得好好的 只不过是股价下跌了一些而已 首先 文章一开始就用暴跌80% 市值蒸发超3635亿这样的大字标题 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这已经让我有些不舒服了 我理解在资本市场 股价的涨跌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这并不能代表一家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 如果我们只看股价 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了公司的基本面 这是非常危险的 然后 文章接着说 海底捞的业绩大涨 没能刺激股价走强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一定要股价走强 才算是好的现象 难道公司的业绩大涨 服务质量提高 客户满意度提升 这些都不算是好的现象吗 接着 文章又开始歌颂海底捞的新CEO杨丽娟 说他带领海底捞成功的扭亏为盈 我想说的是 这是杨丽娟的工作 他做到了才能算是合格 如果做不到 那他就应该下课 所以 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赞扬的 文章还提到了 海底捞的竹木鸟计划 说这个计划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我想问的是 这个计划的成功是如何定义的 是按照股价的涨跌来定义的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算是失败的 因为海底捞的股价 并没有因为这个计划而上涨 文章的最后 作者还建议 海底捞在兼顾品质的同时 也应该重视资本市场的反馈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意思 因为我一直以为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而不是迎合股市的需求 如果一家公司只关注股价的涨跌 而忽视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那这家公司迟早会倒闭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观点非常片面 过于关注股价的涨跌 而忽视了公司的基本面 这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式 因为股价的涨跌并不能反映一家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 如果我们只看股价 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了公司的基本面 这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刚才的新闻报道给了我们关于海底捞的最新动态 不过 我要说的是 股价的涨跌并不能代表一家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公司的基本面 包括业绩 服务质量 客户满意度等等 海底捞虽然股价下跌了一些 但公司的业绩却在不断提高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肯定的 同时 我也认为 海底捞应该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这是公司发展的关键 当然 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资本市场的反馈 但我们不能只关注股价的涨跌 而忽视了公司的基本面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 而不是一味迎合股市的需求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提问和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